少年白马最春风中的32个天下第一 李长生一人占据六项第一 他的剑法、刀法、掌法和拳法皆是世间最强 已入大神牛巅峰 境界修为也是第一 活了180多岁 年龄最大 第七幻术第一人 古晨、百里东军的第一个师父 西楚两大剑仙之一 世间最厉害的幻术师 第八天父第一人 墨依 九岁入逍遥天境 无外人辅助下 二十四岁进阶神游玄境 第九捕算第一人 李长生自诩之天下事 却沿在捕算一道上 不如李素贞 李素贞预言了赵玉珍的结局 为其扛下三道天机而死 第十防御第一人 妄忧大师与李长生交手 尚有六成把握 利于不败 第十一金刚繁境第一人 冰神罗胜 渗入金刚 不取六成万法 无坚不摧 宁愿停留至的境界 反复锤炼体魄 有越级击杀逍遥天境的实力 我不是瞧不起金刚繁境 我只是瞧不起 你的金刚繁境 因为我也在金刚繁境 第十二一术第一人 要王新百层 第十三修行理论 棍法第一人 姬若峰 第十四酿酒树 第一人 九仙百里东军 平七斩星夜九 大圣雕楼小筑秋路白 第十五天下用枪第一人 枪先四空长风 第十六天下第一美男子 柳越公子 第十七天下第一读书人 谢轩 读书读成了五大剑仙之一的 如剑仙 第十八堵树 千树第一人 引落下 第十九天下第一神宫 春 李长生能踏入神游 获得长生 就是因为修炼了大春宫 逍遥游中记载 上古有大春者 以八千岁为春 以八千岁为秋 大春宫改良字仙人书 为世间第一神宫 第二十至二十二天下用读 第一世家温家 门下有读树 天下第一人温虎九 和炼读天下第一人温不平 第二十三 二十四天下暗器第一世家唐门 门下有暗器第一人唐连月 他乃唐门数十年来的第一奇才 暗器手法超凡入圣 失读手段让人防不胜防 人送绰号阎王 李长生曾评价唐门有他 三代不灭 第二十五天下火器第一世家梅家宝 第二十六天下第一助剑方 剑心种 第二十七 二十八天下第一剑 天道之剑天斩 天下正起第一剑好绝 第二十九三十天下第一城天起城 天下第一五城雪月城 第三十一天下第一赌方千金台 第三十二天下第一书院 济夏学堂